今天是來自台獎 確定是在一場比賽的兩場出賽 台港的一位英雄 凡無故 對 好看 我們走開 夢想是我的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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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他在這場比賽之前的兩場出賽 都是對上台港 這個高起來的直球馬上被 剛剛在賽前才這一個慶祝他就給我百安 真只有 又 過了百安之後繼續要邁向兩百安 沒錯 全刻意面對陳文傑 這球 累上有人耶 這球完了 一場一場比賽下來的好球 這個球滿接近的 但是主審沒有給 好壞球的判讀也會比較清楚一點 王伯這棒有沒有機會在中右之階 比較偏右外野方向揭插出局 有沒有推進的效果 現在二零雙的曾子佑 來到了三壘 第三壘有跑準 幾啊 位置呢 稍微淺的一些 最後打在了走外野方向 距離不夠遠 一個好球三個壞球 在三壘球之後 吳念廷最棒打在了右外野方向 右外野手稍微後退之後 接殺出局 陳成為再度掌握了飛球 所以吳念廷最終在得點圈有人之下 沒有辦法為球隊打下分數 這個球打得滿巧妙的喔 結果這麼剛好遇過馬傑森的手背上空 現在反而是他的一個壓制力 要趕快再提升上來 這個球有機會落地嗎 陳成為這個球沒有接到 哇 要掉分了 對 因為Nice沒有play 這樣就差很多了 球往右外野方向的後半邊滾 剛剛直接越過陳成為的手套 連吳明洪都跑到三壘了 真的一直三壘安打 所以這有沒有攔住真的天差地 對 兩個好球一個壞球 陳柯瑜對杜嘉明 杜嘉明這一棒中線打穿了 這樣三壘雙的跑者 我們從輕輕鬆鬆散步回來得分 抬高再添一分2比0 789棒 好串喔 這個後半段的棒次 不斷地在圖刺陳柯瑜 所以這一連串真的是壞的嚴鎖效應 哇 賤耶 哇 賤耶 Fearball 那這樣子應該是輕了也沒有問題喔 我們來看本壘攻防戰 沒有沒有 最後沒有輕壘 對 這只有停留在三壘喔 但是不管怎麼樣 我們看到皇帝陳柯瑜 也是掃出在右半邊 而且剛好落點齊佳的安打 現在得點圈打擊機會 有機會為球隊再添一分 這一球打到的是在二壘方向 銀子惟燒了 往右看了一下之後 再傳壘壘 沒有任何選擇 對 都有的原故率 又開始暴漲了 太有愛了 這個 如果這場比賽後進 又在隊友的一個照顧之下 拿下勝投的話 這個宵夜一定要盡 沒錯 也是過了戶墊的沒有 沒錯 這個球揮空 結果吳念廷在一三類有跑者 得點圈之下 他遭到陳柯易的三任 陳柯易在這個半局被打出了 多支安打一輪的猛攻 太高 單局打下了四分 現在是別連領身 又是自打球 天啊 這運氣也太瞎了吧 那這樣還要再繼續在場上嗎 怎麼會這麼不湊巧 難怪有人說自打球也是一種武器 生的應驗在陳柯易身上 這次好像換腳了啊 而且兩隻腳打的位置都一樣 然後陳七五球場是有什麼神秘的力量發揮嗎 現在是兩隻腳都重擔的情形 對 林正華在那邊說 我在 可以喔 林正華欣賞說 真的還要繼續嗎 我可以的耶 陳柯易在場上肯也想著說 我可以 兩隻腳都因為自打球中擔 雖然第二次起身的比第一次還要快 好 現在我們繼續觀察下去 後進對於這樣的情況就有陰影了 失利的情況 那這個失利又跟你呢 痛點要等於相對抗喔 那如果你失去平衡的一個揮擊動作 可能導致你這一場比賽打得不是那麼理想 這還是其次喔 但你這樣的揮擊動作 在比賽的節奏 你會形成身體的記憶 改換直球 這個球出棒稍微慢了一點喔 應該是柏龍這邊可以處理起來 打高了 大正的左半邊 最後看到郭富林過去 後進連三塊球 哇還是頭偏高了喔 連續四顆的壞球保重 這樣形成一二雷有人 反而會有一點點壓力喔 這球打反方向 這樣哇落入守備位置了 看起來王波璇是掌握住了 嗯 他橫移來到界外去把這個球給揭殺出局 哇 壞球喔 太近身了 那如果可以完成五局的投球的話 這樣上面上至少說 只有在第二局他被核爆掉分 這個評分球直接打到馬傑森手套 快轉一點 不然已經有安全的回到一雷了喔 對 郭富林抓第一個球出手 打在了右半邊 打穿的一二壘防線 形成一支平非安打 兩出去之後把攻勢延續下去 最後被這個相當犀利的變化球給掉中 球速落後之後 來對球 這個位置有沒有機會 哇 短棒結果還是飛得太遠 哇 還是偷出四外球保送喔 進來的一個卡特球 你的空間就比較大 中路地帶 打到步陣上了 哇 那這樣子應該就是 跑不掉的六四三 Double Play 朱賢擊出了雙殺打 所以在這一個半局 他們的攻勢依舊是無攻而返 好 這一次變化球 逮中了 打在了左外野方向 提前滑了下去做準備 但是沒有上野 Nice Play 關注要說 杜嘉明打出來很打 這個球杜嘉明有跟到 但因為是打在棒球上 所以飛行距離比較短 完全是可以專心去鎖定 他的變化球做攻擊 這個球滑又被咬中了 沒錯 這樣子有打到了中外野方向 再度形成安打 團隊第八支安打 竹賢二點是安打串聯 勝率百分百 而且有安打演出的陳文傑 前面三次都可以上壘這一次 快喔 竹賢應該已經到定位 最後這個球其實 這樣的手套往上升 接著有點風險 王波能不能延續 賽前前面三場比賽 都有安打的表現 這一球打得蠻軟弱的 但是同手丁賢明的攔下來 後面的野手再傳 還是來得及 大王亡亡遭到的刺殺 同時陳柯毅千金萬銜之間 他真的化解了這個得點圈的十分危機 對 交棒給吳宥宸 來看牛鵬表現的 然後連續三場比賽出現雙鞍 這個球 最後掉進了不收手套 希望可以複製貼上上場比賽成績 不要速走148公里 明治平打在了右外野方向 紅尾翰上來就有工作任務要處理 牛鵬第一任投手 也是成為第二任投手 面對于德龍 這一球 剛好打到了吳念田的管局 皆殺出局 來 師傅現在來到場上了 現在面對馮建廷 領好三塊球數絕對落後 哇 還是太高 是不是稍微偏高一點點4-9保重 平時來講的話 那是一分差 所以保重之後馬上對方做短打 那現在是不是要換手臂 又要換副手了 黃明鴻現在退場休息 所以換人蹲補 來 師傅頭髮最後保持中之後 現在球數領先 而且有機會製造雙殺 哇 那 換這個捕手換得值得 對 換了捕手之後 連續三顆球都是好球 這一隊組合的chemistry 完全是發揮出來 宋家長看起來應該打得不太理想 打到了左外野方向 最後遭到了大王王波 攻擊殺出局 太陽熊瑩有機會 以完封的姿態 售下這場比賽勝利 黃泉登板 也是連續的場次都有登板 在七場的出賽 拿下三勝一敗 然後兩壞 追求有沒有機會 在左外野方向 已經行住目裡了 樂天桃園 拒絕被完封 炸裂 帶打的這一個林承飛 鎖定到黃泉的一個 轉進來的變化球 標準喔 帶打建功 相當比賽相當威風八面 拿下本季 第一個中繼 應該說第一個救援成功的黃泉 這個時候遭到了 帶打林承飛的狙擊 你的力量都要釋放出來 哇 這個就很精采 三顆 滑球 這個信心在往上一個檔次 兩好三壞 這個球 就太近身了 黃泉在頭 變化球來了 拉掉 這是一個相當重要的獨三勝 黃泉在頭 揮棒落空 早安晚安 面對樂天桃園 最後名打者 林志平 相當瀟灑的三勝 所以在這個半局 雖然被打出全雷打 而且有保送 但是黃泉都是用獨三勝 來抓下這三個出局數 中場 台上手 依舊是以4比1 打敗了樂天桃園 雖然沒有辦法 完封被打出了全雷打 但是 還是以相當棒 投打俱加的一個內容 擊敗了今天來訪的對手 武衡 一輩單 一輩單 我們已經快門了